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龙环保英雄系列纪录片的第一季制作完成 在全球的国家地理频道播放 是希望能够借助成龙大哥的影响力 国家地理的国际传播平台将有意思的创新环保理念 广而告知 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在首映视上 成龙大哥与黄千志为观众分享了雪域高原的拍摄趣闻 成龙大哥表示 环保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趣味的事情 而过去一年的拍摄和制作让我们对环保的理解更加深入 借助于国家地理这样一个覆盖全球数亿人的平台 我们的环保行为和理念能够为更多的观众所看到 这是非常让人高兴的 这些年一直致力于环保事业的大哥还表示 环保要发自内心地从我做起 力所能及地去改变一些不好习惯 每个人都能成为环保英雄 一直想做环保 不知道怎么做 时下容易做 赚钱啊 去盖学校啊 环保你真的不行 我每次看见我拍完戏的一些 好像现在 每次我在现场看见一些 我看不过眼的东西 我就会很不舒服 我就会慢慢地尽量改进它 喝不完的水怎么样啊 我就罚他们啊 慢慢慢慢有规矩 但是我看见木箱 全世界 我到全世界去拍戏 都看见有木箱 木箱他们就打钉子下去 钉子一拔出来就扎手 扎手之后坏了 就扔了 我就想问 我刚刚跟他现在在研究 怎么样把全世界拍电影的木箱改掉它 现在我们已经做了第一个版 有我们叫四五六 二四六 还有木筛 三脚架 如果这个做成功了 就是功德无量啊 全世界的电影人 我们有多少电影人 多少国家拍电影就不用木箱了 非凡娱乐 上海报道 好 没有什么 但是我们真的不 play 对 sağ 好 好 好 死 还好 我 好 好 我们